导度,洛克希德马丁的臭油工厂,以企业化的经营与人性化的管理方式,带领一群积极进取的专业工程师,以无比的创造力发展出美国国防科技中最机密、最先进的武器产品。 更以迅速、有效的成本控制著称于是,从而成为全世界从事高科技产业的大型公司,所效法学习的标杆。 1943年,洛克希德公司的天才但古怪的总工程师,33岁的克拉伦斯·凯利·约翰逊,挑选了23个最好的设计师和30个机械工程师,在一个有恶臭的塑料工厂旁边建立了今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创新灵魂,臭油工作室。 对洛克希德公司来说,臭油不仅是一个研发分布或制造工厂的概念,它已成为百年洛克希德公司的创新灵魂,从最初23名设计工程师发展到现在的45000人,约占整个洛克希德公司人数的三分之一。 自由,自由还是自由,做自己喜欢的事是自由,喜欢自己做的事是幸福。 相信每一位科研工作者都渴望得到如同臭油工厂的设计人员们所身处的这种工作环境。 自由而高效,用时下流行的衣,去献杀旁人的话说,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幸福莫过于,自由地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还有人给钱,臭油工厂的工作团队,最让人眼馋的地方就在于,科研人员最大限度地拥有脱离事物性工作的自由,事物性工作产生恰恰是高科技研发工作的最大天敌。 科研工作一旦陷入数不清的凡文入节之中,就是必会千般有限的经历。 这也是科研工作者们最大的悲哀,表现再好,本时代大的员工,都会被沉重的会议文件和规章制度捆住手脚。 凯利不喜欢长的书面报告,所以她限制任何,给她的长度,超过20页的报告。 凯利说,我们有时间去阅读长篇大论,她也限制会议的规模,通常以15人或更少。 正如比尔詹森在柬埔。 Simplicity 一,书中所言,随着工作内容越来越复杂,工作模式就会从做事情逐渐转向做选择。 组织的规章和流程,往往把员工拖进程序的泥沼,来回往腹地从事着很多好,无创造力的事务性工作。 而研发人员大多喜欢实时的载子做事情,做东西,业务做流程,做选择。 凯利约翰逊正是以这种天高皇帝圆的自由,自治的臭油功,厂模式,将研发人员脱离了官僚组织和条条框框。 在那里,研发人员可以根据项目本身的价值和个人喜好选择研究方向,可以不用担心招令膝盖的风险,可以自由地从事自己真正喜欢的工作。 从143天完成美国第一驾驶战型喷气试源型战斗机XP80的研制纪录,到先后放飞U2、FR71、F117A等世界级著名军用飞机,再到成立之初就保值至今的无与伦比的创造力。 这就是自由的力量,创新魔力无处不在,臭油工厂的创新无处不在,大到整个工厂组织,结构的创新,小到某个产品,技术的创新,正是在这些创新动力的推动下,臭油工厂一路披荆斩棘,臭油工厂的成功手,先来自于其组织创新,正像臭油工厂传奇艺书中提到的,作为大企业内部的强大创新团队, 其组织形式本身就是一种创新,正所谓传小好掉头,组织小更利于创新施展拳脚,但同时,小组织大多会面临资源不足的困窘,在研发或是新产品引进上缺乏保障,不免会给创新撤走。 相反,组织大了,实力雄厚,利于创新,突破,但规矩多,程序复杂,一向是大组织的痛病,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抑制了创新,臭油工厂之所以能够独领风骚,正是由于兼得二者之长。 一方面,它有大组织为靠山,各种资源保障充足,可谓不愁吃不愁喝。 另一方面,它又能以一种独立的方式运作,摆脱掉用种组织的诸多束缚,轻装上阵,抽,又工厂的组织架构和管理方式打破了反所冗长的传统管理束缚。 追求一种简单快捷,自由文放的风格,为项目成员提供了很大的自由发挥空间,能够激发每个人的创新潜能,从而有利于尽快实现技术上的突破。 我希望能在设计师和制造者之间,架起一个畅通无阻的交流渠道,给他们一个尽情发挥的空间,让创意的种子在这个等,方生开灿烂之花。 这是臭油工厂创始人凯利约翰逊,打造这个自由团体的初衷。 结构创新则以扁平化的简单结构,达到了立竿见影的直达效果。 臭油工厂是一个决策者直接领导下的独立部门,领导层可以迅速做出主要的技术决定,不需要向上级部,门会报,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管理层,也很少对这些决定说不。 如此一来,就可以节省很多不必要的时间,整个工作过程也不会受到其他部门的打扰,流程简单而顺畅。 创新的方式方法总有些种万种,归结到最后,有一点不容小觑,鼓励创新,就必须要有欣然接受失败的准备和勇气。 在臭油领导人们看来,只要你正在做知道怎么去,做的每件事情,即使失败了也无所谓,从头再来,重新努力。 重要的是,要从失败中学习,失败的同时也是在挑战极限。 如果你没给你的人常试失败的机会,那么你对他们是不公平的。 组织创新的本质,任何技术创新的前提是,组织方式与环环方式的创新。 否则,技术创新永远是一句空话,臭油工厂第二电总裁本李奇,Ben Rich说过一句话,好人能不能得不到好报? 简单的说,不能,如果是每天要和五角大楼打交道的话。 这句看似玩笑的话却倒出了组织创新的那个原因,任何大机构里,其大项目,到一定时期就先入和五角大楼打交道,之类的事务性工作。 以及数不清的凡文入节,本事在大,也会被文读和规章捆住手脚。 所以你可以是个好的员,勾,但得不到好报。 借用这个说法的逻辑结构,让我们描述一下中国人熟悉的情景。 埋头苦干,奋发突强,就能有持续的技术创新能力吗? 答案显然是不能,可是中国人偏偏热衷于制造这种幻觉。 自欺,既然,抽油工厂躲避的不是公众关注,也不是敌国间谍,更多的却是组织本身,以及组织所限定的工作模式。 创新接力棒,从约翰逊开始,他在公司最高层支持下创建了这种模式。 他和整个团队是这种创新模式的获益者,他之后的每一位进任者,不但是获益者,更担负着不让这种创新企业消失而将死的重任。 期间,每一个成员既是获益者也是监督者,也是更好机智的推动者。 此时,新的领导者也没有可能胡来或独断专行。 通过七十年,三到四大人的讨喜与习惯,早已形成思维习惯和工作习惯。 这时,组织的生命力和能力,已远大于任何一个的能力。 臭肉工厂的十四条规定,凯利为臭肉工厂设计了十四条规定,已将它的和谐理念和基本原则付诸实践。 其中一半规定可以引用到任何创新研发项目,并且这些规定非常实际,有极高的可操作性。 1. This kind of works manager must be delegated practically, complete control of his program. In that respects, he should report to a division president, or hire IT's essential deputy, program manager heavy authority, turn multi decisions quickly regarding technical, finance schedule or operations matters. 项目经理应该有项目的全部管理权,他应该向部门总管,或者以上的领导负责。 项目经理必须有足够的权限,能够快速做出决定。 不论是技术方面,财务方面,时间周期方面,还是管理方面。 2. Strong but small project, offices must be provided, both be the military and industry. The customer program, manager must have similar authority to heart of the contractor. 军方和承包商,凡都需要准备小并且有足够权力的项目团队。 承包商方面的项目团队有极高的自治权, 责客户方面的项目团队,也要有极高的自治权。 3. The number of people having any connection with project must be restricted, in an almost vicious manner, you'll see small number of good people. 15% to 25% compared to the so-called normal systems. Bureaucracy makes unnecessary work, and must be controlled brutally. 与项目有关的人的总数应该严格控制, 使用少而优秀的人与传统相比, 需要10%到25的人, 官僚主义会带来许多不必要的工作必须严格抑制。 4. Other a simple drawing and drawing, release system with great flexibility for making, changes must be provided, this permits early work by manufacturing organizations, and the schedule recovery if technical risks involve failures. 必须提供一个简单的图纸设计和发布的机制, 并且要能够灵活地通过它修改设计, 这样能给工厂加工充分预留提前量, 并且如果存在技术风险, 也可以预先准备尽量减少损失。 5. There must be a minimum number of reports required, but important work must be recorded thoroughly, responsible management, does not require massive technical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报告越上越好, 但重要节点和工作, 必须从史字中管穿记录, 负责任的管理并不是意外着罚多的稳单报告。 6. There must be monthly cost review covering notably, where this is spent and committed, but also projected a cost to the conclusion of their program, Don't save the books 90, Bestlit and T, Surprise, the customer with sudden, overence, responsible management, does require operation, with int resources available. 每月都要做以花费成本计算和整个项目的成本估算, 不要突然给客户一个项目远超预算的惊喜, 负责任的管理包括在有限的资源内运作。 7. Fair contract must be delegated and must assume, my even normal responsibility, to get good vendor bids for subcontract on fair project, commercial bid procedures are very often better than military ones, essential freedom to save, best talent available, and operate within resources available. 认真筛选分包商, 招标来的网络比军方指定的好, 在有限的资源内充分寻找和利用最好的。 Bug inspection system as currently used by the Skank Works, which has been approved by both the Air Force and the Navy, meets the intent of existing military requirements, and should be used on the projects, pushmuk assist inspection, responsibility backtows, subcontractors and vendors, don't not duplicate so much inspection, Evans commercial ward recognizes that quality is in design, and responsible operations, not inspection. 臭臭工厂现有的检验, 已经通过了空军和海军的认证, 达到了现有军用标准, 一定要沿用到新项目上, 将基础的检验交给分包商做, 不要重复做这么多检验, 即使在商界大家也都任何质量是来自于设计和负责任的操作, 而不是来自于检验, 行, the contract must be delegated the authority, to test his final product, in flight, he can and must test it in the initial stages, if he does not he rapidly loses his competency, to design other vehicles, critical, if new technology and the attendant risks, are to be rationally accommodated, 供应商必须负责他所供应的产品, 在项目各个阶段的测试, 直至是非, 他能够也必须从项目最初阶段就进行测试, 如果他不这样做, 下次招标就没他的事情了, 非常重要, 如果有新的技术, 那随之而来的风险必须合理转移安全, 而是, for specifications applying, tothel hardware must be, a great tool will in advance, of contracting, this kind of works practice, of having a specification, section stating clearly, which important military, specification items will, not knowingly be complied, with tender reasons therefore, ishically recommended, standard specifications inhibit new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and are frequently obsolete, 硬件的技术指标, 一定要在签合同前明确, 臭油工厂会预先清晰地列出那些军事规格, 将不会被采用和不采用的原因和建议, 标准指标会移植新技术和创新, 而且这些指标经常过时了, 11, Funding a program must be, timeless of it say contractor, does not have it or keep running, tons a bank to support government, projects, responsible management, requires knowledge of and freedom to use, the resources are regionally committed, 资助一个项目必须持续, 这样供应商就不需要总跑银行去接政府项目, 有责任的管理, 包括对先前承诺的资源得的自由支配, 12, there must be mutual trust between, the military project organization, and contractor, the very close cooperation, and liaison, on a day-to-day basis, this cuts down misunderstanding, and correspondence, to an absolute minimum, segals of the customer, and producer should the destiny, get the job done well, 在全市项目公司和供应商之间, 必须有相互的信任, 在一天一天的合作基础上, 建立的信任, 可以将物件降低至最小, 客户和生产商的目标, 应该统一, 为把工作完美的完成, 13, access by outsiders to the project, and its personnel must be, strictly controlled by appropriate, security measures, this is, a program manager's, responsibility is, not program security demands, a remade a cost avoidance, measure, 必须严格控制外部结束项目的人, 需要设定响应的安全权限, 这是一个项目经理的责任, 即使没有项目由于经费没有预设安全权限, 14, because only we feel people will be used, in engineering, and most other areas, this must be provided toward, good performance type unit, business in number of personnel, supervised, responsible management, and technical operational, personnel must be rewarded, responsible management does not permit the growth of bureaucracies, 由于参与项目的工程师和其他方面的人员, 都比较少, 支付奖金和薪水, 就要按照绩效而非人员数量, 管理人员, 技术和操作人员必须奖励, 负责任的管理不允许官僚主义的资深, 正如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 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的道理一样, 成功的创新团队也都是如此, 播映也有类似的鬼怪工作部, Phantom, Works这种模式其实在上世纪50年代, 开始逐渐在大企业的组织结构中流行, 商业化公司里成功的臭肉模式不胜枚局, 那些背后人归那总结为臭肉管理法的金科玉律, 也已经冲破航空航天领域, 并在工业、 商业等众多领域的企业管理中, 发挥着其耀眼的光芒, 失落的Polo Alto实验室, 美国ATTW实验室, 曼哈顿计划, IBM的国际下期项目, BMWI项目等如预后春笋半崛起, 这些都是商业化抽油工厂的典型代表, 苹果公司的Macintosh电脑, 东芝笔记本很多产品, 也都是在这种组织创新的模式下生产出来的, 实际发现, 高科技研发本身就是一项复杂的工作, 越简单的工作模式, 越简化的工作流程, 越能够让研发人员更少的感受到来, 自组织制度的限制, 从而更加自由的思考解决方案, 高度专注于工作,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